因为成绩不好被爷爷教育了一顿 12岁男孩一气之下 带着8岁的妹妹离家出走 不料这次冲动的行为却害了妹妹一生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记得往下看 1994年5月的某天 家住内蒙古科尔沁的12岁男孩白文君 因为期中考试考了班里倒数 被爷爷批评了一顿 正处于叛逆计的他为了赌气 决定带着8岁的妹妹白文慧 外出寻找在通聊市开饭店的父母 然而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没有离开过家门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走 两人宁易移动来到火车站 跟着人流上了一辆火车 可令他们无法预料的是 这辆火车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行驶 而他们的人生也从此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 文慧说他现在也想不起来当时的具体情况 只记得当时是哥哥沿路乞讨养活着他 由于他们一直风餐露宿 吃了上顿没下顿 文慧便哭着闹着让哥哥带他回家 可哥哥却怎么也不愿意 后来有一天 他们遇到了一个姓王的叔叔 说是可以带兄妹俩找妈妈 两人就这样跟着老王中转了几趟火车 期间因为妹妹太想父母是不是会哭闹 白文君还曾被一位铁井叫去询问 虽然不清楚他们究竟聊了什么 但哥哥当时应该是没有说实话 后来白文慧才知道 原来这个王叔叔根本不是什么好心人 他一直打着收破烂的油头 在大街小巷寻找目标 看起来老吃芭蕉 其实靠着拐卖儿童为生 他把兄妹俩带回自己的老家山东 转手卖给了村底没孩子的人家 与此同时 白文慧的父母在得知两个小家伙离家出走后 简直急坏了 为了寻找兄妹二人 全家上下三十几口人都放下手里的工作 挨家挨户地询问找人 可惜并没有什么收获 后来父母把家里的饭店转手 开始在国内的各个城市 以及寻亲网站上贴寻人启示 但仍然耀无音讯 12岁男孩因为成绩不好 被爷爷教育了一顿 一气之下带着八岁的妹妹离家出走 从此消失了17年 不料她在这次胡闹之举 却害了妹妹一生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长时间的寻子未果 让原本还抱着一次希望的白家人 渐渐陷入了绝望之中 而从来滴酒不沾的父亲 在失去两个孩子后 情绪一直积压在心底 开始整日戒酒消愁 甚至精神上也出现了问题 没有孩子做润滑剂 夫妻俩常常互相埋怨吵架 很多人都劝他们再要一个孩子 但两人都觉得这对孩子来说 都是不公平的 眼看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 日子也越过越没意思 最终夫妻俩选择了离婚 而爷爷在得知 唯一的孙子是因为被自己批评后 才带着年幼的妹妹离开家时 心里满持自责 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 久而久之身体也给折腾垮了 我爸80多岁的太大了 这年死目前我还要找回去了 回去了我爸妈看着一眼 我房子就死了 他把养掉闭门 我目前60多岁 经年为这事上货不吃东西 我的60多岁就死了 现在自己死 要不就把孩子也不知道 这不多年 白家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兄妹俩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兄妹俩离家出走后 就被人贩子老王拐到了山东 因为农村比较重男轻女 哥哥白文君被留下 妹妹白文慧 则被随手送给了一个 收废品的人家 养父母对他很不好 一言不合就开始又打又骂 他被打得浑身瘀青 常常会寒地入睡 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一直生活了12年 直到20岁时 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寒冬 让他脱离苦海 我打了电话 我就问寒冬 你要我吧 你要你要我 你就上农村来见我 你不要我 我就死我 或者是走 我也不回去了 他就跟我说 这个情况 我就打动了 所以他就要他 得知他坎坷的身世以后 丈夫和婆婆非常支持他寻找新人 因此才有了这场寻亲路上的双向奔赴 经过多年的寻找 文慧终于在自己25岁时 通过寻亲网站 以及志愿者的帮助 找到了已经改嫁天气的妈妈 短暂的相处过后 他们便一起回了老家 在内蒙的爸爸得知消息后 特意从外面回来 看到17年未见的女儿 父亲气不成声 而文慧的二叔情绪更加激动 恨不得把这个该死的人贩子 找出了千刀万剐 与此同时 白家人想要找到白文俊的心 也变得更加婆弃 毕竟只有两个孩子全都回家 这个家才算是真正的团圆 12岁的男孩被爷爷教育了一顿 一气之下带着八岁的妹妹离家出走 不料这次冲动的行为 却让人贩子有了可乘之机 十几年后 妹妹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家人 哥哥却阴性全无 不知所踪 2011年9月24日 白文会在和父母团聚之后 又开始马不停停地寻找哥哥 记忆中 哥哥白文军被收养后 就改名为了朱广军 民警把现成的户口发了个底儿朝天 终于找到了一个年龄相近的同名男子 但当他们前去查证时 朱广军却表示自己是独生子 不可能是领养来的孩子 而白家人见过后也确定 这不是他们丢失的儿子 既然这条路走不通 那就只能去找拐卖兄妹娘的老王 现在唯一知道老王下落的 就是文会的养父母 可惜到地方以后才发现 养父母的家里大门紧闭 从附近的村民口中得知 房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了 而那个老王以前总是病痒痒的 这么多年也没有回来过 估计早就死在外面了 后来民警建议 再到附近的村子去问一问 没想到一行人刚走了没多远 白文会就看到了小时候 曾收留过他几天的一个老奶奶 从老奶奶口中得知 人犯子老王并没有去世 现在正和一个好朋友一起 在附近的废品站工作 随后他们便赶了过去 结果没抓到老王 倒是找到了白文君 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白文君对于团聚并没有什么反应 被问到过去的事情时 也不愿过多提起 面对父母的痛苦流涕 他的脸上更多的是不知所措 后来人们才知道 白文君一直对当年的事情难以释怀 他说自己之所以离家出走 其实是因为父母 那天白文君的爸妈 不知道为了什么大吵了一架 妈妈气得回了娘家 爸爸心里憋气没有地方撒 就扔给他几块钱 让他带妹妹离开 本来只是一句气话 但孩子年纪小 以为父母不要他们了 于是赌气出走 只是没想到 他这一走让爷爷背了17年的锅 妹妹也因此历经坎坷 虽然不知道真相究竟如何 至少从找到他的那一刻起 白家人多年紧绷的心 总算可以放松下来了 在平时的生活中 家长们或多或少 都会对孩子说一些气话 看似是无心之举 却会让孩子信以为真 所以说任何话都要过过脑子 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痛快 而伤了孩子的心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